我周芷若不学今日之辱 有如此诸 黑化后的周芷若到底有多可怕 回到峨眉后 面对师姐丁敏君的嘲讽和刁难 周芷若直接用一招九鹰白骨爪将其制服 师妹 不要 师姐 师父师骨未寒 我们师姐妹不能内讧啊 为了报复张无忌的无情气魂 他色有武当叛徒宋青书 你练会降龙十八掌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成亲的时候 宋青书暗恋只若多年 听到这话 自然喜出望外 当即没日没夜地刻苦练功 不久神功大成 但是驴子是马 还得牵出来六一六 徒师大会上 宋青书昂然站在广场中央 向天下群雄发起挑战 场中自有不怕死 率先纵身上前应战 结果上场不到五分钟 就被宋青书一掌拍飞 重重摔倒在地 盖帮五长老 看不惯宋青书的嚣张气焰 就想亲手料理了这个家伙 起料宋青书亮出绝世神功 只一招便将他拍死 在场众人闻言 无不震惊 他们万万没想到 失传近百年的盖帮 绝学降龙十八掌 竟然重现江湖 为了不让宋青书继续残害武林同盗 武当大弟子宋远乔决定清理门户 宋青书一看是父亲 顿时慌了神 可是他又不敢违抗周芷若的命令 只好硬着头皮上 面对宋远乔的频频进攻 宋青书原本有机会取他性命 可念几股肉之情 他迟迟不忍心下狠手 周芷若见宋青书优柔寡断 立刻飞身上前 将他打出场外 打算亲自对付宋远乔 宋青书深知周芷若今非昔比 为弟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 可是周芷若早已黑化 哪里还有什么慈悲心肠 只见他形如鬼魅一般游走 几个闪身就气到了宋远乔跟前 五指击张四魔爪 发起猛烈攻击 打得宋远乔连连倒退 在场群雄从未见到如此阴毒诡异的武风 不由的面面相去 英离亭心系世兄安危 正想出手帮忙 不料却被阴天正制止 江湖归去 擂台之上 生死无敌 便在这时 宋青书腾空而起 用身体替父亲挡住了致命的一击 青书 目睹儿子用性命弥补了自己的过错 宋远乔老泪纵横 周芷若却神情漠然 继续向群雄发起挑战 此刻张无忌再也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出手 阻止芷若滥杀无辜 顺便了结彼此间的恩怨 于是 九阳神功撞上了九阴真经 一场宿命式的对决 就此拉开帷幕 周芷若的九阴白鼓爪虽然诡异莫测 但毕竟是初学乍链 与张无忌的身后九阳神功相比 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张无忌开始还以为芷若跟自己不分伯仲 因此全力以赴 哪知一掌拍出 竟发现芷若难以招架 看到老情人苦苦挣扎的样子 张无忌又心软了 急忙收回掌力 可是他低估了仇恨的力量 周芷若缓过神来后 立刻进行反扑 张无忌躲闪不及 挨了重重一击 援助这一截 周芷若的舞爪都抓破了无忌前胸的衣精 可是当他看到那个被自己刺伤的疤痕后 竟然两眼湿润 下不了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栄云